我們的計劃感謝LINE跟Neggy還有阿魯桑有在我們這邊這個專案進一步繼續做討論 那所以...轉個氣 就是基本上我們因為有今天早上秀過的那些圖資 那所以就想說未來如果它有一個入口的頁面也好 或者說這個專題的一個公開的網址 那它可能會先讓一般民眾或市民先去看說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主題 所以就透過今天大概有一些問答的過程 然後把那個植樹節這個點把它找出來 也就是說我們每年都有植樹節大概是3月的時候 好喘喔 那這個植樹節變成是有一個說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 要找地方種樹是因為我們每年植樹節也都在找地方種樹 我想那個情境就變成是有公墓門的人員跟比較踴躍的市民要找地方種 那每一年都在找 那核部就是用一些系統化的方法一次把它找出來 那找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來看每一塊地的適不適合 或者長遠來看可能下第一年要先種哪一些地方 或者第二年要種哪一些地方 所以植樹節聽起來是一個可以跟一般的民眾開始談這樣的一個 圖資方法為什麼要導入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民眾會好奇的議題也是在今天的討論裡面有整理 例如說為什麼要種樹那種樹的好處 也就是樹做一個生命它在都市裡面 就像我們外面也有一兩棵還蠻大的一個僑木 一棵其實就可以創造一些工籤讓大家使用 那如果新種的樹跟已經有的樹 讓大家有些公園的願景、老樹的願景等等 然後要怎麼樣去找到這些樹 那接下來這個樹的部分的介紹之後 我們希望引導到一個 就是我們早上秀給大家看那些圖資 它可以輔助這些圖資的情境下 去幫我們挑出來拿一些潛力的基地 這就比較接近有一項功能的開發 就均勻要幫我們把這個地理圖資裡面呢 這個潛力種樹的地方讓我們標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透過資料當然是可以 稍微做計算類的就是指認 可是那個還是需要搭配現地的NGOA 或者是現地的生活的民眾 他們說他覺得這塊地 適不適合多種一些植物跟草木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 因為台灣的樹木資料其實沒有那麼的精確 那行道所以也只有台北市 比較是一顆一顆把它變成Rodata市處 那其他縣市基本上 有一些以文化資產為老樹保存的縣市 是有一些資料 可能還不一定到資料級 那哈魯長今天就有分享就是 他們日本的有一個植生調查的資料 那看起來它是 還不只是像我們用衛星圖資去推論 沒有樹有植物跟有大樹這三種 它甚至是把比較是植生的一些現況 更複雜地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也可以到時候 我們再對照看看 我們可能其他的 政府開放資料那邊 有沒有類似的 可以再做一些參考 所以我們這個專案 基本上還是會在 那個SLAG上面的GIS Channel 所以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 去包含就是開發一些 讓民眾可以有興趣 對這個 找地種樹的主題 有好奇的一個切入點的議題 或者是實際上 要把它放到一個 Online Map的開發過程的話 都可以在那個SLAG Channel上面 找我們這樣子 好,謝謝